不许 谁还贷款呀 哇 亮哥 你够有实力的呀 千万别做房奴 这钥匙做了房奴 整天还贷款的日子 我想一想 都觉得 这对生活 失去动力 您需要交六万零七百三十二 您的总房款是二百六十万 代办费两千块钱 物业费是每平米二点九五元 市中公乱是每平米三十元 只要拿的钥匙 就算入住 不光是我们公司这么规定 所以房产公司都是这么规定的 对 亮哥 这么大的喜事 你得请我们大吃一顿吧 吃饭 又敲我竹竿 你都生户主了 这不敲你 敲谁呀 行 应该的 应该的 太好了 亮哥 那 你请我们吃顿好的吧 哎 我可听说了 这个附近呀 开了一家新的西餐厅 要不 咱们去试试 行 西餐有西餐 今天我心情好 好 我请客 正好我没钱吃饭了 我赶画稿 我不去了 别呀 你别不去呀 不差这么一会儿了 你要老不吃饭的话 又该把胃额饿坏了 亮哥 听说你买房了 这消息挺灵通啊 我们隔壁办公室的人啊 都知道了 亮哥以后可得请我们去做客呀 去 去 去 有机会啊 请你们大家伙一块儿去啊 那亮哥 今天就请我们吃饭呗 对呀 亮 行行行行行 吃 吃 快走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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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小秦 你真不去啊 走吧 走吧 去吧 走吧 走吧 小秦啊 跟你说个事 怎么了 孙地主 别闹了 是这么个事啊 我一个朋友啊 最近啊 整一小公司 想找我入股 我觉得挺靠谱的 但是你也知道 我这最近不刚买套房吗 这手头啊 略微的有点紧 要不然这样 你先从你那儿借我点 你看行吗 你不会是当了房奴 要还贷吧 你这不开玩笑呢嘛 你才房奴呢 我是觉得我朋友的公司 前景不错 想帮忙掺和掺和 这多少 这样 要不然你先借我一万 这银行的利率 半年是3.0% 一年是3.15% 两年是3.75% 这一万块钱吧 半年你就得还我 一万零 一百五 一年呢 你就得还我 一万零三百五 这两年呢 还行 停 停 停 你别说了 你说多少就多少 成交 别三 我们家是那个风格 不代表你也要学啊 我就喜欢地中海风格 又装那个 孙地主 孙骗子 你当房奴让我替你还款 什么房奴啊 冲 都打了退款电话了 亮哥 你真的是房奴啊 当房奴就当房奴呗 你干吗不说呢 怕说出来 丢人呗 不是 我 当房奴不丢人 搭装脸冲胖子才丢人 谁当房奴了呀 房奴 房奴最近倒是个热点话题 看看咱们能不能做个选题 你说呢 莉莉 行 现行呢 马上就能采访 喂 妹妹 叔 你等一下我开会呢 莉莉儿啊 家里出事儿了 出什么事儿了 你爸呀 今天中午心脏病犯了 送医院了 我爸怎么样现在 正式稳定了 但是医生说得做手术 得十多万呢 咱家哪有那么多钱呢 妈 钱方面的事情你交给我 我就算砸锅卖铁把房子给卖了 也要给我爸看病 妈 我现在马上请假 马上回去陪我爸 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呀 莉莉 给孙俩开张支票 不够的 大家帮忙凑一下 就好 有趣 Ol 我今天地儿 有ください 我haven 就好 每个人都行 等فنو ودزوفنو تحمل نفس المعنى أي شخص يشتري شقة عن طريق الاقتراض ويسدد القرض كل شهر مثلا إذا أصبحت عبدا للبيت عليك أن تسدد القروض كل شهر أو بعد أن أصبح عبدا للبيت بدأ سن ل Downtown عيشة التقشف نقص عن التقشف سن لان قا聲 شنONG شن azt بعد أن أصبح عبدا للبيت بدأ سن لان علشة التقشف سن لان سن لان 那儿可刚开通地铁六号钱 房价可蹭蹭往上涨呢 你不愧是买到房 从此当房奴 过上一个月天天还贷的生活 多痛苦啊 谁房奴啊 我才不是房奴呢 开什么玩笑 没贷款 没贷款 买一两句 谁还贷款啊 亮哥 你够有实力的呀 千万别做房奴 这要是做了房奴 整天还贷款的日子 我想一想都觉得 这对生活失去动力 孙地主 孙骗子 你当房奴让我替你还款 什么房奴啊 冲 都打了退款电话了 亮哥 你真的是房奴啊 当房奴就当房奴呗 你干吗不说呢 怕说出来 丢人呗 不是 我 当房奴不丢人 打中脸冲胖子才丢人 谁当房奴了呀 房奴 房奴最近倒是个热点话题 看看咱们能不能做个选题 对 对 对 在目前 humans观看的是 有任何变化的行为 在这边的信息預算性能购买 和了解试 et的行为 是活动的行为 如果有任何观看的行为 到对于人们的行为 但若有优于客户类的行为 但若有所提供的行为 在这边的行为 是要持有才能的行为 所以之前的户Qu提供的行为 شكرا على حسن المتابعة 再见 اشتركوا في القناة مشاهدين الكرام طابت وقتكم وأهلا بكم في حلقة جديدة من برنامج تعلم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المشوار يتواصل لتعلم عبارة الموزة مع تطور ثقافة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وتبادلها مع اللغات الأخرى ظهرت في الصين بعض الكلمات التي تتمازج فيها كلمة صينية مع كلمة إنجليزية وكلمة hold to واحدة منها hold كلمة إنجليزية معناها الاستمرار أو الحفاظ على شيء ما أو المثابرة والدعم جو كلمة صينية معناها الأصلي هو السكن توسع معناها للتعبير عن الحفاظ عن وضع من الأوضاع وتستخدم عادة كتكملة للفعل أي لتكمل حال الفعل الثابت والمستقر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نع يعني أن أخذ الشيء ونع جو يعني أن يأخذ شيئا بشكل ثابت ومن ثم كلمة hold to تتمازج فيها الكلمتين الصينية والإنجليزية ومعناها الحفاظ أي الحفاظ على الوضع القائم في مواجهة كل الوضعيات والتعامل بثقة لضمان اتجاه تطور الأمور 吉桐 有用雖說是國產品牌 但最近幾年受到了好多 國外總統夫人的熱情追捧 我看她未來的發展势頭 絕不比江洛夫婚什麼的差 聽說他們的總裁Maranda徐 號稱是中國時尚界的鐵娘子 您可要 放心 和你们相处这么久了 我也要与时俱进嘛 这次我是有备而来 不光是标书 就连怎么说话 我都提前做了功课 不就是要有国际范儿吗 international一点 我懂啊 到时候hold住全场 你就等着瞧吧 闺女 终于想起 给老爸打个电话了 老爸 我都想死您了 您可不知道 我在美国整天吃薯条汉堡 一想到您做的酿皮子 我都hold不住 直流口水 吼啥 怎么去了美国 跟爸爸都开始说外地话了 老爸 您真是图老茂 hold住 中英文结合多时尚啊 现在国内都这么说 意思就是淡定 把持住 是吗 你再说一遍 怎么拼 我们时尚酷评杂志呢 绝对是国内fashion界中的奇葩 我们的发展理念 非常的先锋 因为我们有一群毒蛇 对流行风尚 进行最一针见血的点评 你可能会问 我们的服装 被你们点评了 还怎么卖呀 这一点您不用担心 越是有争议的东西 现在的人就越感兴趣 这叫叛逆营销 女人大 我想这也是你们公司的营销策略之一吧 保住 下面还有更精彩的 我已经保不住了 除了 fashion中的 fashion之外 我们还非常的 international 所以贵品牌在美国的时装发布会 这个独家专访 一定要交给我们来做 到时候咱们强强联合 打断一下 齐主编 我听说 贵刊是风尚试点的下属杂志 风尚试点 大品牌 我们是仰慕已久啊 只可惜 一直没有机会合作 至于贵刊嘛 我听说 是刚转战时尚圈不久 而且 是一群学新闻的 转行做娱乐和时尚 隔行如隔山啊 我们这次美国时装发布会 规模很大 level很高 我怀疑 贵刊 能否捧得住啊 许总 您说得很有道理 我们时尚库评成立的时间 的确不长 但是 您总该承认 风尚试点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吧 我们今天来 姜莉莉小姐 如果没有搞错的话 我是在跟你的领导说话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只是 是 您认识我 曾莉莉 人大新闻系的高材生 拿着全额奖学金 留学美国 又从新闻界 华丽转身时尚圈 真是完美的履历 可惜啊 今日一见 不过如此 身在时尚圈工作 穿衣品位 却这么地普通 许总 我们在商言商 您今天这样跟我说话 莫非是对我有什么成见 许总用着对你有什么成见吗 要不是我们许总心常好 看在你被皮特抛弃 孤儿寡母不容易的份上 你以为 能让你们杂志社来竞标吗 Merry 不要再多嘴了 皮特 皮特还天天给我们许总送花呢 呀 孙子小姐 您还hold得住吧 Merry 不要再多嘴了 许总大名早有耳闻 在商场打拼 坚持原则 有勇有谋 实在是让人佩服啊 今天一见 齐谋真是大失所望 我们是来找您谈合作的 贵公司的态度既然不诚恳 我看 就没有什么谈的必要了 抛开公事不谈 我们初见时 我的感觉 您是一个很有魅力的 现代女性 不过 一个为难自己爱人前妻的女人 怎么看 都缺少一份理智和自信 感情上 吼不住自己的理智 这种合作伙伴 我确实不能指望 您能在商场上 长青不败 齐主编 您是觉得我不够理智 不够自信 不是吗 徐总要是真有自信 又何必再三为难莉莉呢 我只是想看一看 莉莉 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合作伙伴 要是这点压力和委屈都受不了 还怎么合作呀 徐总 希望 你不要把个人的感情和公事混为一谈 如果贵公司有诚意 并且能够认合我们编辑部的实力的话 我想今天的合作 还是可以继续谈下去的 此言差矣 一个没有自信的人所创办的时装品牌 我对其能否打开美国市场也没有信心 另外 曾小姐是我们编辑部的元老 时尚酷评 宁可没有专访 也不能没有尊严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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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